委員今天又再一次的出來 烏龍爆料 不實的指控 那我必須要在這裡嚴正的說明 潘鳳安前縣長 就跟一般中南部來到台北的年輕人都一樣 到了台北必然是租房子 不可能在台北置產 我們不像王宏威委員一樣 在雙北有三戶的豪宅 我們也不可能像趙少康一樣 在二十幾歲就在台北有好幾戶的房子 潘鳳安前縣長來到台北 要幫忙輔選的工作 對他來說 趕快來到台北 就找個地方租個房子來住 那這個房子是由他的助理去找的 也是他助理去簽約 所以這個房子不是只有潘鳳安是一個人住 我們的輔選幹部包含潘鳳安縣長 在內總共有兩位住在裡面 有完整的租約在這個地方 我們也合法的在每一個月該付款的時候 我們也都有匯款的證明 這一點就是匯款證明 如果還有媒體做不當的影射 或者是有委員在做不當的影射 在法律上該有的捍衛的動作 我們都會做 那如果有人認為這件事在司法上應該要徹查 我們也歡迎可以查到底 請大家來想辦法徹查